成立40年的维纳斯艺朗结合艺术、文化以及工艺创作者们 创立相思台湾品牌 2022年获得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核发商标注册证 并规划办理品牌发表展览会 邀请8位品牌创始成员共同参展 呈现职根在地、珍惜台湾的创作精神以及多元面貌 艺术创作无设限 但要有本土特色与在地文化哲识取决于 艺术创作者对土地的情感和执着 成立40年的维纳斯艺朗结合了艺术、文化及工艺创作者 创立了相思台湾品牌 在今年获得经济部智慧产财局核发商标注册证 未来将持续呈现职根在地、珍惜台湾的创作精神 维纳斯艺朗创立相思台湾品牌首部曲 邀请到8位品牌创始成员 共同举办发表展览会 不同的艺术创作呈现 当中都可以感受到对台湾土地与文化的热爱 一个品牌就好像一个商标 就好像代表你这个地方的出发 然后到达世界各地或到达 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去 它不一定就是带给我们这些有机体 它有可能带给一些 就是所谓的无机体 它没有生物的人 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思考 可是我在想他们也懂得符号 他们不一定懂得文字 可是人类的文明当中 我觉得符号带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因为它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而不用经过太多的语言的解释 或文字的解释而去了解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符号 或就像这个商标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这个品牌的logo的设计者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要以台湾在地的这个 原树来当作一个出发点 所以我的主视觉就是相思树 那我觉得有树 有树就会有生命有希望 那下面还有一张椅子 就是那个衣条 就是以前早期大家很常在树下乘梁 会坐的一张椅子 那有树有椅子就会有人的聚集 那我觉得人跟人 或者是人跟地的那个连结 变多了之后 才会有一些很真实的情感 对然后才会 情感公佩了就会想要创作 对想要创作 那这样子的创作的理念跟想法 就可以分享给大家 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美好 维纳斯一郎就在花莲港码头 1至1号仓库 收藏着许多独具特色艺术家的作品 不同媒材 不同形式 不同风格 值得大家前往参观欣赏 解决会花莲港报道 好 好 好